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 请问能签给个三连吗 哦 你要白嫖啊 那就给个免费的赞呗 谢了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打好吃多大 一个粉丝也不知道 我是游戏不打不住 现在这里祝大家小年快乐啊 就这个新赛季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行 哼 就蠢蠢的坦克荣耀 什么白棋 吕波 凯迪 夏侯 硬上上给你打的怀疑人生 尤其是白棋的超级加倍加强 真就原地变身 那既然如此 咱们这集就顺应潮流 来一首版本之子白棋的货 你说这合理吗 这就非常合理了 而且我这么跟你说 哥们从王者第一年玩的时候 那就是满自习和好机友 在下路敌人间白棋 双输双费 就像你们现在绝我一样 我当时是真狠狠猛对面 嘴嘟嘟我啊 是真的太懂白棋了 就这么说吧 大家好 我来自青岛 250份白棋 全都八蛋 就虽然白棋已经这么强了 但他还是有点缺憾的 就是这个伤害 确实还是刮 那我们不如直接原地出个破军 别的不说 对生命只低于一半的目标 还能造成额外30%的伤害 当然了 憋破军的确难度有点大 所以我们每出一个小装修 就奖励自己把大剑 最后火甲永夜大肉刀成形之后 直接破军一出 无人可当 可谓是又肉又有伤害 就本来是啊 你看啊 自己都已经是残血了 却能在危机之时再刮死两个 原地让对面有一种 怀疑自己是不是打游戏 按错见了的感觉 纯纯的 离谱 那么欢迎来到摄像对抗 就因为白起现在新版完全加强 被动野怪伤害 出发的几率变成50% 所以现在打野就真嘎嘎快 一流打完野都四季了 发现这王昭君才二季 那等级啊 这咱们就不多说了 大招对脸 在猛刮一波 收拾掉王昭君鬼谷的同时 还直接拿下了79%的抗伤 并且 更重要的是 咱们这关直接收获了 明世音这个小迷地 中路发现鬼谷子和 韩星蜂蜂蜂鱼都 结果这俩人又完成了 韩星位移大招恐惧 反正是骑了卡了自己逃命 鬼谷空二元地散步 反正是皮里爬了自己挨打 甚至还有一个理性 不只好带人头双手送上 那我们小明链子一连 直接给他 拉下 这白起这个英雄啊 我们就是要放长线 钓大鱼 一波来回拉扯 让对面觉得咱们没有大招 然后再一个大招套他脸上 那么他就被一个大招套脸上了 所以正所谓兵不厌诈 既然大招CD没好 那么就不放大招 等大招CD好了再放 虽然表面我们一丝血 但实际上我们血只是不多了 并出其不意地拿下双杀 你说这合理吗 这就非常合理了 尤其是拿完红buff之后 因为存在减速效果 所以对面就会被我减速 虽然王昭君交了闪现 我没有闪现 但是我身上有红buff 所以王昭君被迫地减速了 在又一波废话之后 双杀唾手可得 你想想 连嘟嘟鸟都能乱杀 这白气就真纯纯的版本答案 完完全全的战争机器 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局面 对面三个人 但我们毫不畏惧 小明练子黄练联好 大招嘲讽一开 看到现在 就咱们这个白气 是不是感觉好像还缺点什么 朋友们 这套装备最后一块拼图即将完成 就这么跟大家讲吧 在破军这件装备结束后 前线也能随便秒杀对面打 来 其实我也挺没想到的 就这一把结束之后 小明和东黄浩兄弟居然拉我一起继续打 就那一瞬间还挺惊喜的 好像在互联网世界的另一次元 突然认识了两个特别有意思的好朋友 那一刻就感觉游戏的定义 好像也并不在于输赢了 游戏是偏向竞技的团队游戏 明明该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有时候大家好像过于追求游戏的结果 却失去了游戏过程中 本应带给我们的惊喜和乐趣 你看如果像嘟嘟一样放下输赢 单纯的享受游戏 反而能在游戏世界里找到新的朋友 就像在寻宝的过程中 突然发现了新的宝藏 这种惊喜可能远远比游戏本身 更令人喜悦 然后那一把我们反手选 除了四个坦克外加一个海域 甚至逆风翻盘了 对面马可加貂产的正常组合 就具有意思 快乐的同时完美的诠释了 什么叫做坦克荣耀 那既然如此啊 杜杜将在1月15日晚7点 与大家一同享受无坦克排位的乐趣 而且还是携手青岩军SSD小波 不是成官经常口服的管子 思维关系超级好的好友 大家可以尽情期待周日晚的直播了 那我是杜杜 喜欢的朋友们 而且不忘记三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大家小年快乐 拜拜